一份在脸书上po文 有网友指控小黄问奖 涉嫌性侵到台北旅游的韩国女学生 当时三名韩国女学生 就是坐在这间旅馆 但没想到当计程车之后 疑似被司机性侵 怀孕当时情形 三名女学生透过网路10号订房 11号凌晨10点进驻 10号晚上7点多 三名女子晚上南下计程车 刷到适宁夜市晚 14号退房离开 女学生指控就在12号晚上 他们搭上车后 驾驶说要请喝乳酸饮料 没想到两人喝完后 身体不适 决定在车内休息 剩下一人下车逛街 回来发现 朋友竟然被驾驶性侵 大概在12号的晚上 这三位韩国的女生 自己在路边南计程车 去适宁夜市的 那至于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并不是很清楚 我们饭店并没有接到任何客人 出去有发生任何事情的投诉 这方面我们饭店 也是觉得非常的困扰 业者表示不知情 但全力配合警方侦办 远景进出调阅相关影像 也希望尽快还原这起 性情疑云 解刘世伟 小海山台北 采访报道 12月28日起 中天综合台 黄金九点 让爱飞扬 关心 中天统合台